對 先講所謂的 2022年發生這件事情 然後周玉修說他窮盡一切 柯文哲政府所定的SOP 為什麼要從柯文哲 所謂先來談 因為蔣萬安 畢竟我說他是蔣萬安 他只是慢 為什麼你接了市府半年之內 你說要把之前 沒有爆發出來的案子清查清楚 我覺得我可以體諒蔣萬安 他不知道 但是不知道你就說你不知道 發生之後他有沒有處理 很慢 但是有處理 這必須被所謂的 不要說肯定 至少當然有處理 柯文哲我都強烈懷疑 是不是刻意的押案 因為從這兩天的 所謂黃珊珊的表現 就可以清楚 他們在撇清責任 黃珊珊第一時間說什麼 他不在任內 他所謂的製造了不在場證明 說他年終就離職 就被人家發現 你8月28號就離職 第一案是發生在7月 第二天出來講說 他不是督導的副市長 督導的副市長是另外一個副市長 結果被人家發現 那個副市長真的是六月離職 真的還是年終離職 結果你就剩下一個副市長 他說市府只剩下一個 兩個副市長一個負責公務 就應該你來扛起來 為什麼你不扛 因為他在忙著選舉 玉琳我想補充一下 因為我這裡剛才去抓一下黃珊珊講 他剛才po兩個小時 他說了什麼 他說有關臺北市幼兒園案件 很多人開始當偵探 也有人點名我 雖然我這一點 我不想回應 你當過副市長的人 你可以不想回應 我覺得這讓我匪夷所思 再者他說 他沒有督導過教育局 相關的幼兒主管相關的業務 那我想問你不是督導過 其他的業務嗎 這也不是只有教育局 社會局不是也是你督導的嗎 所以這一點是讓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的事 因為這個狼絲是在二零二二年被起訴 那其實立法機關在二零二三年三月份 有亡羊補牢就是修法 說有在教育機構內的性侵嫌犯 都可以先停止處分 可是到了二零二三年九月 這個狼絲才被羈押 這個幼兒園才被廢了他們的這個許可證 那所以等於說這中間的大半空窗期 那請問教育局在幹嘛呢 是 還有因為這個稽查 因為是小孩 所以他的稽查是教育局 警察局跟社會局 所以有報案 警察局不會自己去稽查 已經會連同教育局跟社會局 所以黃珊珊你不要躲 說你寄人 即使你沒有督導教育局 但是社會局是你督導的 對 社會局是你督導的 那個人叫周玉修 周玉修已經證明他窮盡一切的SOP 可能嘛 表示周玉修之情嘛 周玉修之情 為什麼你黃珊珊現在可以推卸責任 難道你要推給柯文哲嗎 那你柯文哲出來講啊 你黃珊珊你忙著選舉嘛 你可以啊 你忙著選舉 背後還有人嘛 還有一個柯文哲啊 躲了兩天啊 聲量變成零了啊 還是不願意出來面對啊 為什麼不願意出來面對 窮盡一切SOP就被人家揭露嘛 2022年 2020年教育部有函視嘛 越勤委員在這邊 他常常做審查委員 你應該報性評嘛 你應該對所謂的狼屍做一定 還是沒有所謂起訴之前 做一定程度跟所謂的停職或休息嘛 你先讓他離開這個所謂的幼稚園嘛 幼稚園也可以暫時停班停收學生嘛 這些都會讓這些會過 就是2022年7月以後的案件 不會再發生嘛 課問者你什麼都沒做的情況下 讓這些案件不斷的再發生嘛 所以你看不只是前朝 那我們現在轉換到現在 現在是蔣氏府 那當然有沒有做得好 我們現在看結果就知道了嘛 後來還是有這麼多的孩子受害 所以當然大家會生氣 那這個藍營立委徐巧欣他有說 其實他先前就一直有在 開這個所謂的協調會 但是真的有用嗎 黃老師 徐巧欣是在2023年的8月12號 下午開了一個協調會 可是呢 這一個范險 就這個毛范險呢 他在2023年的7月12號 因為有另外 因為有另外的家長包含 那個時候就被羈押 也就是說 已經被羈押在 你知道法律上是這樣 羈押就一定表示你涉嫌重大 對 7月被羈押 結果8月徐巧欣幫這個幼兒園 開協調會 我比較懂這個邏輯 協調就是他還找原方來 等於他還把加害者找過來 來開協調 我想要問的是 請問這有什麼好協調的 他們小孩都做牌代 是要讓他去管 你現在要協調的時候 你叫他母 幼稚園園長來協調 然後找官員來 請問要協調什麼 有可能是說 園長 要不然你這看要多少錢 處理你 會不會是想要私下解決 我要問徐巧欣 你是幫幼稚園協調 還是幫家長協調 我覺得幫幼稚園 第二點 他的發了兩個會議通知 第一次是在幼稚園當地 你要家長去案發現場 你對家長而言 對小孩而言 是第二次傷害 結果你第一次的會議通知 竟然是發在幼稚園的地點 我想講一下 然後我補充一下 葉原制幫他解釋說 他是被原方擅自 擅自發了這個會議通知 我就為徐巧欣議員 哪一個幼稚園跟你關係那麼好 可以讓你讓他擅自幫議員發這個會議通知 你第二次改了 沒錯 同意你第二次改了 但是第一次的所謂的會議通知 到底誰發的 誰決定在幼稚園的 徐巧欣必須要說清楚 對民庸那邊有開會通知單 我這個開會通知是第二次的 可是我為什麼特別把他拿出來 因為黃毅宗老師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這一個犯險 已經進入所謂的司法程序 如果當過民意代表 我以前在臺北市議會服務非常久 我非常清楚一件事情 如果我是議員 我碰到進入司法程序 一般我們不會再開協調會 因為協調會裡面他邀請的對象有誰 這一家幼稚園的學生家長陳勤 裡面既然有教育局以及陳勤人 還有他們幼稚園的代表 我想問一下 就是把加害者跟被害者綁在一起 這邏輯真的很奇怪 現在是要找什麼事情 然後你剛才講那個圓芳 影步也習慣 好像高人一等那些 他在優勢的情況下 你把這些孩子已經受害了 然後你家長來這個現場 我覺得這個是 這很殘忍 所以第二件事情是 八月十二號是開協調會 然後為什麼洪建議 聽好洪建議是八月十三號得到陳情 因為家長一定是對於八月十二號的協調會 感覺很不舒服 剛剛你在玩我 我本來想說你是一個年輕 可以照顧我們年輕人的議員 結果你完全無視於這個加害者 已經在判刑的路途上 結果你竟然召開這個叫協調會 那就算了 人家去找洪建議 洪建議怎麼做 我先跟各位講 洪建議說他也接貨陳情 結果他直接行文之外 人家怎麼反應 為予以涉案教保員暫時停聘 然後在八月十八號依什麼法規 財閥負責人罪中三十萬 人家是把他搞到財閥 結果你開協調會 不是為了財閥 所以你兩個去做對比 洪建議跟徐曉星 爬爬是你開花 兩個不同的結果 我想問徐曉星一件事情 第一個為什麼這時候要找原方 而且第一時間好 你說你因為你沒沒這個官房 沒這個官房 所以那個會議通知不算 如果能幫到這些家長們 當然都是好的 但問題是看起來 沒有達到效果 對 好 蔣萬一也替徐曉星講話 他說沒有 徐曉星在立法院裡面 其實他還是有在關心 來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時間一百一十三年的五月十二號 四月 四月十二號 沒有這裡 對 發文是六月十二號 那我想問 這不是最近才發生的事情 所以蔣萬安 你現在告訴我們是說 有 三個月徐曉星 有要求法務部 還有地檢署 相關要說明 那我想問這個事情發生多久 再者 徐曉星八月十二號 那是二零二三年的事情 到現在快一年了 這時候的空窗期 誰處理的 所以徐曉星 你從議員當到立委 空窗期誰處理嘛 你現在在推脫責任嘛 我要另外再講一件事情 講萬安市府要負很大責任 為什麼 他們說沒有 因為修法是去年三月一號開始實施 他們一直說中間有這個新舊法的空窗 但是我要講 在二零二零二零年七月 教育部就發含全部的教育局 所以我現在為什麼我剛才對市長很不滿是說 文幼稚園到底算不算教育局管的 對啊 到底是不是學校 你講清楚啊 對 你要講清楚 因為依照這個八函的話 是告訴你說 為了在修法期間保障權益 所以對於性侵 性騷擾 性霸凌 主管機關必要之處分 如果教保服務機構人員 有疑似性的相關狀況 因為這個BB不能講 那可以經信憑委員會決議 那我想問 臺北市政府召開的信憑委員會 結果如何 為什麼這個教保員在所謂的證據不足下 還可以繼續行使 才讓他一年的時間 快一年的時間 增加這麼多受害者 這是我到今天為止 對蔣市府 你講完了是毒法 你到底是法將 社會局就跟你說監視器沒有拍到畫面 所以他們說就查無證據 監視器只不過是證據之一 我覺得整個行政機關 在這件事情 在小孩子受傷的時候 他們都選擇相信加害人 原長的小孩 監視器是原長 他們家開的 他們家開的 他們兒子不知道說監視器正在哪裡 對啊 所以委員不知道說 都在老學家 結果你選擇相信原長 選擇相信這個姓茅的嫌犯 沒有選擇三歲五歲的小孩子 是不是就是公家單位 三歲五歲的小孩子 會因為這樣的事情說謊嗎 你們到底有沒有良心 這些官員你們到底有沒有良心 真的聽了都很生氣 這個三到五歲的小朋友 他們能說什麼呢 對不對 我們要問一下委員 那我們這個未來這個修法 我們可以朝什麼樣的方式去做彌補 那這次社會局這樣子一直說 有修法的空窗 那這到底 不過我覺得不是只有修法 因為一百一十年六月 事實上孩子有講說他 可是我們竟然我們的科士服相信什麼 相信監視器 他說監視器沒看到 你可以去請孩子描述 那我要講警察局 警察局你有沒有把這個通報的時候 去告訴社會局 那如果社會局有的話 那就是周玉修的事情 那你有沒有跟教育局 跟你的資料核對下來 結果怎麼會在隔年的時候不成立 我覺得這 而且孩子就有講說 我都是在樓梯下方 或在哪邊偏僻的地方 樓梯下方怎麼會有監視器 是 這是一個 然後我覺得許曉鑫也不要再收割了 為什麼這樣講 去年你八月去開 可是話再說回來 你八月開之後 你沒有再關心這個 那你怎麼不去關心今年 今年在二三月的時候 又有七個孩子 那你為什麼 這七個孩子最後不成立 那這個七個孩子的家長 是來找我們辦公室 然後我們馬上幫他開了記者會 讓這個毛性加害的人 事實上被嚴壓 還有一個扣手機這件事情 因為之前檢方是沒有扣手機 後來扣到手機才有六百支影片 那我現在也要問 台北市政府 請問一下 你這個七個孩子不成案 然後這六百支影片如現在確實也有這七個孩子的受害 你怎麼回應我們社會大眾 如果沒有扣到這六百支影片的話 又要說查無證據 對又查無證據 那這七個孩子受害 去年六個你裁罰了 可是這個七個孩子講的事實是一樣 為什麼你的委員不認定他有受害 那許曉信那你在哪裡 你說你六月去行文 那請問一下 你六月行文 那你為什麼不去關心三月的時候 今天還是我們開了記者會 如果你八月處理有效的話 不會今年我上任家長來找我 然後我們三月立即幫他開了記者會 才阻止我們的毛信加害人 他本來積壓期滿 後來也因為我們開記者會有壓力 然後檢方延壓 還有扣到手機 否則我們的檢方第一時間只扣到監視器 沒有扣到我們的手機 就是還好這麼多的人 積極地去處理這個事情 否則如果沒有扣到他這個畫面的話 是不是又石沉大海 那未來不知道又有多少小朋友受害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持續來討論的 就是這次北市信義區的幼兒園 發生了這些事件 那當然北市府的態度 跟他們的處理模式 當然會被拿出來討論 那麼剛剛講到的社會局 我們現在關注的是教育局 他們說有兩度去訪視這個幼兒園 不過怎麼好像跟這個案子是無關的 那是在訪視什麼呢 沒有 對 講萬一第一時間出來講的時候說 有 我們都有定期積查 那柯市府也說 有 我們都有去訪視 但是我要先跟各位講 臺北市政府稱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有入園訪視 二零二三年三月有公安積查 並非無作為而不作為 所以你們外界都亂說 那例行公司 他把他訂到來這邊 對 但是我想跟大家做最荒唐的是 這一家幼稚園 是蔣萬安跟柯市長認證 認證什麼 他是一個幼兒園公共化最好的代表 我的老天爺 各位注意看一下 這是柯市府的時期 二零二二年七月 掉所謂的監視錄影器 然後二零二三年六月 北檢不起訴 但是我想講 這個中間你們有多少時間去過這個幼稚園 有啊 有去過啊 然後最慘的是 臺北市政府十六號還發新聞稿說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辦理入園訪視 二零二三年三月進行公安積查 並非無作為 但是他進一步了解 發現教育局兩次進入 其實跟這個案子是沒有關係的 然後柯文哲那個時代跟蔣萬安到後來蔣萬安都還認定這個幼稚園可以公共化 因為那時候政府在推又私幼公共化 對 所以他們才有機會繼續營運 所以作為家長的我們 今天會講到腦充血 一三哥一中哥 我或者是玉琳都是有小朋友 對 但是我們的思維很簡單 我們小孩子在這裡 在都市成長 我們希望他平安順序 好好的接受教育 拖運拖嬰的照顧 結果市政府今天隨便回答我們說 有 我們有進去稽查 我們有進去訪視 這不是例行公事嗎 這本來就會去的 以前我兒子讀公立幼稚園的時候 你們也去啊 但是都不是為了這個所謂的性剝削的案件 真的是沒有重視這個案 對 所以你們今天隨便發一個新聞稿說 我們不是沒有作為 這個叫作為嗎 所以我想問觀眾朋友的你們 放心這樣的市府繼續管理公佑跟公托嗎 如果再這樣繼續搞下去啊 小朋友真的沒地方去 那我們這些做家長上班怎麼辦 而且爆發這麼多的事件 我們都沒辦法支持 那真的是讓我們講到義分甜言 就是這樣 氣到血壓都要飆高了 我不知道怎麼講 老師也是 剛剛廣告在吞藥 不是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今天犯錯了 私人我犯錯了 你就要道歉 對 就承認 我覺得大家就算了 你還要像他明佑講的 你還說我們有仿視過兩次 那本來所有的學校幼稚園 本來就有定期仿視 你把定期仿視扯成說 我弄去 這個重點是這個學校已經出事了 監視器那時候已經出事了 雖然檢方後來查不到證據 沒有辦法起訴 但是你總是要有警覺性 那你多看他幾次會怎麼樣 我覺得有時候公務員 你拿的是人民的納稅錢 名指名高 你有時候就多細心一點點 多做一點點事情 你擁有公權力 你來檢視幼稚園 幼稚園都會怕 你就多來看個幾次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 幼稚園就會感受到 假設我們講第一次 他那時候有人去檢舉以後 那當然他找不到監視器 終於說他窮盡一切 可是後來的政府 如果你知道說 這間幼稚園有點狀況 我們是不是要多看看他 多關心他 多盯他 我覺得這個謀犯 就是毛嫌 他可能還在說有人在查我 後來他的媽媽勉強 他也會收斂 就至少也不會說好像 他為什麼後來敢對 再對一二十個小孩子出手 但是他知道你們根本無能 你們沒有人動得到 然後媒體又保護我 也不能開記載 也沒有媒體報 所以他就可以在那邊悠遊自在 因為他被不起訴之後 各位有注意到一件事嗎 他的社群軟體還在發文 真的很離譜 我們有辦法接受嗎 他還在發文 結果蔣市府 你說沒有 因為二零二三年七月 我們第一次收到通報 但是之前就發生了事情 那你們為什麼等到第二 第二波傷害通報之後 然後過了 你看這麼久的時間 一個月的時間 才說我們罰他六十萬 然後後來才背紙 對於行為人 來這個背紙 然後再提到 到這次的時間 你們在發文 然後再說 4 1 3 4 5 1 10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